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又又又又 有些人说 我说又又又是好恋 我说错的时候 我也承认我说错 但是我很少有说错 上一次说错的时候 我说我认为赛普丁会赢 原因是安华支持他 所以我认为他会赢 结果安华支持他 他输 所以不是我的理由错 是安华的影响力下跌 所以说对说错是没关系的 我们要回看他的理由 所以我说对我就想说 我说对我说错我就想说错 这个是党选前 公正党党选前 两个月前我就跟大家说 这次的党选争议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做了改革 而且他的改革是多告余的 他把直选分成了两个阶段 直选然后再来代议选 就是最高党值是党员直选 然后中央理事 还有毕榜组织的理事 20位是代表选 你选出了代表 代表去选 这是第一个改革 第二个改革就涉及他们的投票制度了 以前是投票的去现场 也是用电子投票了 你要去进去按电脑来投票 现在是你除了可以去现场按电脑 你也可以申请在家 下载一个app 然后用app来投票 然后这个投票的人数 在家投票的人数 没有去到现场的人数 就是你连他的脸都看不到人 你就让他投票的人数 占了这次13万公正党投票的党员里 超过一半 有7万多 真正出来投票的才6万左右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弊端吗 我一直都反对电子投票 更别提是在家的电子投票 你可以想象下一届大选 只要你login选委会的网站 输入你的IC 那你就可以投票吗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 这个是完全违反 整个民主机制的事情 太容易做手脚 然后无法被击查 很难被击查 因为根本没有资本 然后你的system 是由谁来设计的 system要隐藏东西 要加东西 要捡东西 其实会做coding 会做这种programming的人都知道 是可以做到的 跟资本 你放在箱子里面 大家双眼看 一张一张拿出来算 是插天共地的效果 所以我很早就预测 不管谁赢 谁输 公正党之后 一定内斗内战的更为严重 你看现在问题已经搞大了 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我在Saba的时候 纳吉跟安华辩论 那安华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 Forensic Audit Forensic Audit Forensic Audit 听到我听他们的辩论 我是在车上听的 在旅行车上 我们去景点的路上去听 我现在download了 因为Saba 网络很不好 我现在酒店download了 在车上听 听Forensic Audit 这两个字 听到我差一点要吐 不知道是车窑 让我吐 因为路很烂 还是因为 那安华的Forensic Audit 让我吐 结果他讲Saba Energy 要Forensic Audit 什么是Forensic Audit Forensic Audit就是 法务士稷查 所谓法务士 就是先界定你有犯法 然后我们用稷查的方式 来找出犯法 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结果这个Forensic Audit 还没有用在Saba 现在先用在公正党的党选 公正党党选 现在就是要进行 他们在开会一个礼拜之后 终于决定要用法务士稷查 appoint一个稷查公司 来做Forensic Audit 来调查这次的选举结果 来调查这次的选举结果 所以大会再度展员 我说再度展员 因为这个已经是投票之后 第二次展员大会了 为什么会 首先为什么说 成绩没有出来 你大会要展员 因为像我刚才所说 你第一轮的投票 要先选出代表 你有了代表 区步的代表 你才能去第二轮的大会 投票 投你最高理事 所以如果区步代表的成绩出不来 你第二轮是不能举行的 所以第一轮的 在党选投票了之后 本来第一轮的 第一次 不是第一轮 第一次的大会 是定在6月12号举行的 后来推迟到6月24到6月26号 为什么 当时的原因就是因为有13个区步 出问题 他们的选票 出问题 投进去不见料 没有数目显示出来 被很多人发现 被很多人投诉 然后现在 因为确实出现很多弊端 不只是Fahaz Fahaz每天都在骂 每天都在鸟 我已经说了 Fahaz这个人 跟Rafizi是一样性格的 跟阿兹敏是一样性格的 跟林冠英是一样性格的 他一定会斗到底 可能最后会斗到RS去 所以他一直咬着这个课题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公正党党选问题 只有Fahaz在屌 塞福丁没有屌 因为塞福丁他书习惯了 而且他是一个不争的人 我之前就讲过 他是一个 不会在党值上有什么野心 他都大多数时候都是靠委任的 靠忠于安华 安华委任他来做 但是还有很多人 做出投诉 不要以为只有Fahaz 当然我也不喜欢Fahaz 我之前也有两个Fahaz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Fahaz 包括之前有一个 很著名的艺人 叫阿菲林 很著名的艺人 当时他入党还是非常高调的 好像是安华接纳的 我记得我有讲过这个讲题 他也控诉这次的党选 有几百张票不见掉 导致他输 本来他是赢的 因为 其实电子投票 你一投下去 你就知道 马上可以计算出 有多少人 你的选票是多少的 所以之前已经有很多 非正式的成绩出来 结果非正式成绩出来 跟官方的非正式成绩出现很大的误差 所以很多人感到不满 这个艺人也是一样 也去投票 当然除了这些艺人之外 还有很多人 所以最后决定 延迟党代表大会到7月 然后来做一个Forensic Audit 来做这次的 来调查这次的党选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公正党 内斗党 名不虚传 还在打 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他们还在打 还在打到你死我活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Forensic Audit 根本就不会解决问题 完全完全不会解决问题 Forensic Audit进来 结果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没有错 没有问题 掌选的成绩是对的 你们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所以成绩 maintain 重选的人重选 失败的人 失败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开代表大会 召开 这样子 你认为Fahaz Athlin 这些人 他们会收手吗 不会 因为他们的政治前途 就基于这一战 这个艺人才加入公正党 不久罢了 好像是去年才加入的 他们就基于这一战 他输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搞大 一定会到去ROS投诉 那如果Forensic Audit之后 成绩被翻转 确实有很多区步出问题 然后影响到成绩 其实只要有几个区步 只要有一个区步有出问题 它就会影响整体的成绩了 因为这个是党员直选 它是党员直选的一个制度 你怎么知道 因为公正有100万党员 现在只有13%的党员出来投票 这个区步如果全部人出来投票 一个区步有几千人 他全部出来投票 他可能就是整个党选几%的选票了 所以它的影响 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Forensic Audit结果出来 是真的有错 成绩被翻转 你说Rafi Z会接受吗 我赢19万票 你结果跟我说 成绩翻转 或者是要重新来打过这场大选战 我好不容易赢下的选战 能接受吗 肯定也不能 所以不管这个Forensic Audit的结果是如何 绝对都不会有可以服众的结果出现 不会有服众的结果出现 最后一定就会牵扯到ROS 就由社团注册局来采量 由社团注册局来决定 而且我们以过往社团注册局 针对在野党这种党选出问题的结果来看 它是不会手软的 它会冻结你的领导层 你领导层要重选 在你重选之前 你不可以做任何决定 甚至你不能够参与大选 这个就是2013年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refresh一下大家的memory 行动党在2013年跟2017年出现过两次重选 这两次重选 他们的日期都是回溯2012年的党选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林冠英本来只有9年的秘书长任期 三届9年 最后他做了17年还是18年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有两次党选 2012年第一次第2012年的党选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其实是很小的问题 就是他们copy paste选票的时候 重叠了一些人的选票 然后所以他重叠了之后 本来有一些人是高票 有一些人是低票的 他the ballot了 像当时很红的 很像华人的那个宾州的马来人州议员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后来还跟有闹出婚外情的那个 然后结婚 也是行动党的一位马来明星 去Tlock in Tan上阵的 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 Zai Leung Zai Leung 他本来赢了变成输 然后有输的变成赢 所以 但这个错误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 因为copy paste好几个候选人的得票是一模一样的 一看就发现错误了 所以其实好像是第二天还是当天 他们就发现这个错误 中委会就马上开会 然后就决定纠正这个错误 在 因为他们党选一定会有一个机查组织 就是auditor公司来观察你的党选 在跟这个机查公司共同声明之下 说其实真正的成绩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修改我们的成绩 所以就这样子过了 然后到2013年 过了一年之后 社团注册局跟你说 不可以 你要重选 你不重选 我现在冻结你 你们现在是没有领导层的 你不可以做任何决定 你不重选 你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2013年是大选年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2013年行动党就仓促重选 大家还记得吗 重选了之后 当然他们可以参与选举 但是2017年又再来ROS第二次 还是针对2012年的党选 他说你2012年的党选出问题 你2013年重选 你2013年重选也是不对的 所以你2013年的重选 无效你2017年再来一次重选 那次给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你行动党 你2013年重选 你应该用回2012年的选名册 你不可以用2013年的选名册 所以你错 你现在要重选 用回2012年的选名册 但是当时我看回新闻 张念荀好像是组织秘书 还是什么秘书 他有讲 我们没有错 我们是用回2012年的选名册 党员册 我们不是用2013年 可是ROS根本不管你 他就是叫你重选 所以2017年行动党又再一次重选 那为什么2017年会有这样子的争端 你看从2013年到2017年 隔了4年 隔了4年之后 他又跟你说你2013年的是错 因为2018年要大选了嘛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大选最迟是明年 最早可能明天星期一可能就解散了 最迟也就到明年的五六月 你现在搞出这样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把做球给ROS来对付你 当时行动党也一样 是少数啊 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两位还是两三位 人去投诉党选的成绩 ROS又用这样子的借口 大刀阔斧的来对付行动党 而且老实讲行动党的错误是很pattie的 很小的 很小的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很明显是无心之思 然后也马上被纠正过来 跟现在公正党党选所出现的错误相比 简直就是天跟地的差别 你说ROS会采取什么行动 然后能解决问题吗 行动党公正党自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要让ROS信来 那就是他们的 我一直说他们奄奄一息半只脚 已经在棺材里面了 他们在这样子搞下去 是直接可以封关拿去埋了 直接封关拿去埋了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没有 还醒不来 还有那么多人会说 公正党没有错 公正党是可以支持的 他们不是内斗党 我想不明白 然后我之前说的 安华到现在都没有祝贺Rafizzi重选 还记得我这样子说的时候 是一个礼拜前吗 你看现在Forensic Audit 安华最喜欢一直讲的 Forensic Audit进来的 再一次证明 安华是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党选成绩 其实安华现在 除非真的有实质的证据 举出来 现在拿出来 直接交出来 如果只是指控直接控诉 其实应该快刀斩乱 一锤定音 来结束掉这个纷争 但是安华在整个党选到现在 各种各样的争议出现 都是神隐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Zaleha 就是选委会主席 出来讲话 这个就是我讲的 不管是Wan Aziza 还是安华 每次到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出来稳定军心 没有出来带领一个方向 你做对做错是另一回事 但你要有一个方向 给党员follow 你是党主席 没有人挑战你 这个党选的成绩就算有疑虑 对你也没有影响 可是有吗 没有 所以 这个就是 很多人都说 安华是命 做不到首相 什么鬼 我跟你说 不是 这个是能力问题 你看安华像Rocket一样 深 平步青云的时候 就是老马在提携他的时候 老马提携他是因为 当时他是走极端保守路线的代表 而且他年轻又冲进 他拉他进来 为了打当时如日方中的回教党 因为当时伊斯兰革命 伊斯兰保守主义席卷全世界 也带到马来西亚 导致伊斯兰党的势力大膨胀 所以 老马在1982年就把安华拉进来 安华本来是想要加入回教党的 老马把安华拉进来之后 安华打的国会选区 是什么选区你知道吗 回教党的强区 唯一在槟城赢下的选区 以前叫大三角 现在叫本马当包 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 也是回教党的强区 结果安华一举夺下来 然后他九年 九年的时间就从一届平民 变成了副首相 都是老马在背后的提携 老马一跟他分道扬镳 没有提携他 安华就一直一直一直都是失败者 九年 从牢里被放出来 九年恢复参选资格 都是老马给他的特色 所以不是命 我每次听到命运 我都觉得很悲哀 不是命不是运 这个是能力的问题 你看一下自己的党 都搞到一大糊涂 现在最需要他出来稳定军心的时候 他没有表明立场 没有摆明立场 我不是叫你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你至少应该对这些 所谓控诉 你公正党党选不公 公正党党选舞弊的指控 来发一些话 来讲一些话 来稳定军心 来摆正方向 到底有没有出错 到底有没有出错 结果是没有 所以是能力问题来的 大家记得我之前讲过的一句话 大家说那是我的警局 其实不是我的警局 是我从书看来的 命运或运气 是强者的牵持 弱者的借口 牵持是什么 是我谓虚 比如有人称赞 我说洪律师你年轻有为 很厉害 会这个会那个 我说没有啦 幸运罢了 刚好 刚好遇到机会 我成功 很多大企业大老板 他们都会这样讲 运气罢了 刚好有贵人提鞋 他们是谦虚 这个叫谦虚 但如果你是弱者 你是失败者 你讲运气 哎呀我输 为什么我今天会输 为什么这个project我会失败 为什么我生意会倒闭 我运气不好了 我遇到金融风暴了 我遇到MCO了 这个就是一个借口 因为遇到金融风暴 遇到MCO 遇到这些问题的 不只是你一个人 所以不要赖给命运 不要赖给运气 希望可以提点 可以点醒给大家 所以